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过去的一年当中 澳大利亚发生了很多的事情 那么有一些行业是特别的值得关注 其中我觉得第一个首要的几乎是所有人都会关注的 同时本身又是澳大利亚第一大权重板块的银行股 为什么说是银行股呢 因为我们知道从此前公布的一系列的关于要对银行额外征税 加上银行本身受到各种各样的限制时 他们的放贷的增长放缓 以及最近又出台了最新的要求银行逐步增加 自己的准备金的这样的一个合规的要求的增加 以及各种各样的事情 比如说上周刚刚爆出的CBA 也就是澳大利亚本地的第一大银行联邦银行 他们的智能的存款居上 由于此前考虑的不够周全 导致反洗钱的一些规则和程序没有被使用 因此可能被处于巨额罚款 甚至导致了股价当天的一个暴跌 那么种种这种东西加在一起 使得银行股成为了大家特别关心的地方 我觉得银行股的财报 最关心的可能是这么几个点 第一就是需要看一看 他们实际的目前的存款准备金率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水平 那么距离短期的中期的以及长期的 提高准备金率的目标到底有多远 那么那些非常接近 甚至已经达到短期目标的银行 很有可能会被看好 那么相反的一些距离要求比较远的银行 可能就存在着一些压力了 那么另外一方面 大家会去非常认真的看 这些银行的放贷的数据 以及放贷的增长的速度 以及他们的贷款的收入或者说利差 我们知道银行自己连续独自加息了好几次 那么大家会非常关心银行本身的利润率 能不能够得到保障 那么这些都会是一些大家特别关心的地方 那么除了银行股之外 其他也有一些板块或者股票 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那么是什么样的板块呢 另外的一个澳大利亚的权重板块呢 矿产股可能也非常值得关注 因为呢 从去年年底到今年的整个的上半年 整个的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呢 起起伏伏 但是总的来看呢 似乎矿产价格的最低潮呢 正在逐渐远去 那么在大幅度震荡的这个前提之下呢 似乎有转好的迹象 而且呢 有非常多的一些大的矿呢 出口的数量增加得非常厉害 同时也推动了澳大利亚的这个贸盈余 所以呢 这个矿业股很有可能 重新再次成为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 那么除了这两大权重股之外呢 另外一个可能值得关注的是 什么呢 是医疗股 那么其中呢 有一些板块特别有意思一些 比如说像养老股 那么我们知道呢 这个此前 澳大利亚的这个政府呢 对于养老院的这些补贴呢 进行了一些修改 那么似乎对一些养老院的形成比较大冲击 因此呢 这个像养老板块 也是一个非常值得去看一下的 这样的一个这个 关注的焦点 那么呢 当然了 从不少中国人角度来讲 大家可能也会对奶粉股感兴趣 尤其呢 最近一段时间 由于新西兰的这个奶粉供给呢 严重短缺导致呢 市面上各种各样的奶粉都被抢购一空 同时呢 也推动了不少这个奶粉公司的这个股价 是出现了非常非常大幅度的上涨 因此呢 这些公司实际到底 他们的实际状况 运营的利润如何 和他们这个 所体现出来这个股票的这个涨幅 是不是相符 也是一大热点 好了 那么这个呢 是概括的 或者说我们抽了几个 可能比较值得关注的一些财报季的热点 今天第二个问题呢 是和澳大利亚的宏观经济有关 那么在上周呢 在上周五 澳大利亚又公布了最新的零售的数据 这个数据呢 还表现真的不错 那么月率呢 增长0.3% 虽然不及前面一个月啊 但是呢 依然比一些人预期的要高了不少 那么季度呢 是增幅来到了1.5% 而年度增幅达到3.8% 这是去年4月以来的 一年多以来的最高的水平 而且呢 澳大利亚的这个零售数据啊 已经是连续有两三个月呢 是出现了走高的迹象 那么这个有可能呢 是一个比较初步的显现出 澳大利亚经济正在逐渐走出低谷的一个 比较好的迹象 我们之前讲到了 工资增长水平低了 本地消费不足了 这些问题 但是呢 从最近公布的一些数据 尤其是到了二季度末和三季度初的时候 似乎澳大利亚经济有好转的迹象 那么 大家问这个澳大利亚零售业是不是已经回暖了 那这个呢 可能还没有到这个程度 但是呢 确实是有一些好转的迹象 那么如果接下来几个月啊 就业数据进一步好转的话 那么澳大利亚整个经济的这个 彻底的一个这个恢复增长 是有可能会出现的 那么也有朋友问了这个这样的零售数据 这样的一个这个零售数据 零售可能回暖状况 对于澳大利亚经济或对于澳元有些什么样的这个影响 那么我们认为呢 如果说就业确实好转的话 那么对于未来澳洲内需的增加 通胀压力的预期都会逐步增加 那么甚至可能会推动RBA呢 在今年底明年初重新开始考虑加息 那么这一系列的因素加在一起呢 起码在短期之内的澳元是一个利好的影响 解释为什么最近一段时间澳元的汇率呢 显得比较坚挺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为您带来的澳财问答的所有的内容 谢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